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裝修翠佬 又是我阿翠 今次我去到台灣這個地方 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拍攝的機會 今次我去了新北市臨口 搭車來說需要一個多小時 駕駛也要半小時以上的貓咖啡 你可能會問 為何我要山長水去這間貓咖啡 有甚麼特別呢 我是不會煽大家的 因為今次我去這間貓里居的咖啡 它的主題就是以貓為本的咖啡 即是怎樣啊 翠 沒錯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在香港或是台灣 通常貓咖啡都會以人行先為主 即是將客人為先 然後貓的東西再慢慢加進去 但這間貓里居就反過來 它是先為貓咖啡而設計 然後再將我們人需要的東西放回這間店 所以究竟這個地方的設計 可否應用在平日的家人 可以跟貓咖啡和人一起共居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Let's go 今次我還找到我的台灣好朋友Amy去參觀 她是獸醫系畢業 現在還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她說貓里居這個設計很適合我去介紹一下給大家看看 香港的話其實我們的空間比較小 大概以我來看大概300呎左右 台灣來說是8至8.5平 但究竟可以怎樣設計 令貓咪多些地方空間 但我們人的活動又沒有很大影響呢 其實8平聽起來好像會有點擔心 這樣的空間貓咪適不適合 但其實貓咪喜歡高處 他們可以利用垂直的空間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牆面 可能是你們家的沙發牆 電視牆 只要有空間 他們可以透過旁邊我們做一些小平台 讓它可以上去這個牆上 他們就可以在上面睡覺可以玩 他們也會有一個很好可以跟我們互動的一個空間 比較怕貓咪有時候跳躍的時候 不小心把電視翻倒 我們建議可以用壁掛的方式 直接鎖在牆上 上面這一塊板其實都是為貓咪而設的 貓咪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從這個位置上去然後休息 等等 這是給貓咪爬的 不是我的嗎 其實也可以 我可以在這裡做的 也可以嗎 這是一個 有點跟我們人貓都可以使用的寵物傢俱 你看它有一個洞 然後有貓咪在裡面休息 我們希望讓牠們有一個安全感 而且貓咪喜歡躲 所以要有一個隱匿的空間 那我們有時候也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貓咪盆在裡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居家設計也會用這樣的概念 讓貓咪可以進去 雖然家裡可能沒有辦法做那麼大的貓鼠 但是呢 我們有一種叫做頂天立地的貓爬架 只要你有一根架子 它上面也可以有貓盤 貓平盤 然後有小睡窩 可以讓貓咪在上面很安心的睡覺休息 那如果你的預算還多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家裡的牆可以設計貓道 讓貓咪可以順順地上牆之後 可以在上面看著我們 就是CCTV做事我們 因為他們真的喜歡在高處 他們相對會有安全感 你看它 對 好 其實呢 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或者一些裝置 都可以做到人貓共用 那我相信 無論是貓我好 救我好 或者其他寵物 其實我們只要善用一些 我們的空間 或者擺設 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但是不知道 香港究竟有沒有機會 可以做多一點這方面的事情呢 如果有 那好 是不是 專於笑 耶 這條片在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阿翠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裝修佬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